骑士骑到路口直接要转弯 没注意到对象有直行机车 双方都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 两名骑士喷飞倒地 车口碎片四散 还好轿车驾驶有遵守交通规则 停车离让没有继续往前开 否则可能就会酿成二次事故 事发19号晚上8点多 花莲市区国风街口 39岁灵性骑士来到这个路段 一个急转弯 没有礼让对象直行的王姓骑士 两人发生碰撞后都盆飞倒地 这一撞导致两名骑士全身夺处擦措伤 王姓骑士颈椎的地方也受伤 这时刚好一名一小经过 看到发生车祸立刻上前帮忙 确定伤者还有意识后 他协助固定受伤部位 并打电话叫救护车 因为晚间车流比较少 事发这个路口 红绿灯号制改为闪灯 两名骑士都行驶在同一条街上 转弯的车辆没有礼让执行车先走 因而导致意外发生 TVBS新闻高搜谈判花脸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